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是字体设计 我是想说印刷体的发明 实际上印刷体的发明出现了印刷字体 但是印刷字体可以说是字体设计的一个基石 或者说一个原点 而印刷字体的核心基因确实疏返 我们从宋体字的来源 实际上宋体字是克工创造的 而不是某一位书法家创造的 它是由宋代一直到清代 由克工为了克制的方便 而形成了宋体字的最核心的造型的元素 所以在台湾宋体叫明体 我觉得是更合适的 但事实上是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明才完成的这样一个字体 像这样的字体 它确实是作为中国的字体的设计的最核心的部分 而且集中了中国人的审美和我们的对结构的态度和看法 而宋体字的更核心的来源 实际上是由颜真卿的字体颜真卿的字体所带来的 中国人选择宋体实际上是和颜真卿的个人的 他的风格 他的品行 他的这种方正 他的这种菜股是有关系的 这是受到中国人崇尚的 所以宋体字实际上也叫正体或者关体 实际上它是表达一种 它是表达一种非常正宗其事的事情 这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印刷体与这个书法的风格关系 实际上决定了这个字体的 这个 就是字体设立符号化的一个天然属性 这个符号化的概念与个性其实是无关的 而是代表了某一类的同类性的这种事物 比如说这个 其实我今天想说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符号化的概念的部分 因为事实上我们从机械复制时代到数字时代 实际我们进入了越来越严重的这种符号化和附数性的时代 这个印刷体与这个复制时代的这种关系呢 实际上比如说本雅明的这个机械复制时代的这个这个这个理论 到了今天的数字时代呢 实际上它的那种先见性和它的理论呢 实际上就更被显现出来 它实际上在当时呢 并没有受到这么高的重视 但是它的书并不多 因为它是一个犹太人 所以受到很多的迫害 但是它的有限的著作中呢 实际上是非常带有未来性的远光呢 特别是对于我们自己设计的领域 以及很多的领域 这个这种这个复制时代的特性呢 实际上呢 它是制造一种坚立感 和这个同类感 而去消个性化的方式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呢 这个这个与自己 与自己这个有关的方面呢 即是什么呢 复制时代之前的我们的阅读呢 是个体的文字 包含在 包含这个个性的和风格的 和这个温度的 这个你阅读一封信就像阅读对方的一个新点图 就是说它记录了此时性的波动感 但是呢 这个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呢 实际上呢 即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个性化呢 即是被归类的 不同的字体的设计呢 即是在做这个归类和符号化的工作 将这个个性呢 归类的工作 比如说这个打字 打字 过去的时候 写到了打字时代 但是呢 母亲 可以辨认出 她的三个女儿 所给她打字的不同 是因为打字呢 它有一定的这种 人体的参与性 所以呢 它还带有一定的个性 和这个个人的信息 但是到了我们今天的方正 所做的数字时代的字体设计的时候呢 仅有的这一点点的内容呢 也被抹杀干净了 这个这个 这个 打字的实战可以说是一个 强迫人们的必须选择 和这个尽可能的代表自己风格的 属于类的 类的符号化的字体 它们必须让个体进入一类 因为呢 已经不是个体书写的 激发的风格 选择同样的字体者 即成为了一类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 现有的字体之中选择 我喜欢的 或者说能够代表 我的风格的 或者说能够代表 我要表达的这一篇文章 或者说这本书的风格的字体 这种选择呢 实际上呢 就像 它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性 就像选择党派和社会立场一样 这一点呢 实际上我们在 过去的民国时代的字体使用 和文革时期的字体使用 我们都可以平行 位移到今天的字体使用的关系上 我说的是一种字体使用的关系 比如在文革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有很多的经验 因为我们制作了很多的 这个油印小报 都是用钢板刻制的 包括黑板报 包括这个大标语 包括大报的这些抄写 即使我对政治并不敏感 但是我当时算了一个写字工具 这个实际上就是 把尽可能地把这些 小报啊 这个黑板报啊 这个字体做得更漂亮 所以呢我们当时在做油印小报的时候 我们呢是以两报一刊 就是当时的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 和这个一刊呢就是红极杂志 再加上我个人对解放军文艺 这一本杂志特别有兴趣 所以我尽可能地要 要以这个 这两报一刊的风格 为我们的最高的风格和标准 当然这里就不多说 因为在当时文革时期的 字体的使用呢 事实上是带有非常强烈的 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 比如说 社论要用什么题 包括这个傅康要用什么题 这个讲这个生产运动的 有可能就用历书更多 或者说工人阶级的 可能就是用楷书 工人阶级的可能就是用卫碑 或者说心类更多 当时文革出现这种心类题 当时呢 当然呢 更重要的这个语录呢 比如说马安利斯的语录 一定要改成黑题 等等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说字体 在某一个时代 它的政治内涵和它的社会内涵 当然这种政治内涵和社会内涵的 作为在这个符号学和方法论上的 来谈论呢 实际上它的关系平行位移到今天呢 实际上就是说 它的这种选择性呢 仍然是延续到今天的 这种选择性呢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种 政治的正确以外呢 我们有更多的个人的 个人的这种 符合个人 政治正确的选择的 字体 实际上做字体设计人呢 实际上是 为这个 人们呢 提供更多的 选择 或者说更多的这种 这种 组别 或者说这个同类的这种选择 带有更多的民主性和 自由性和个性的这种选择 总而言说呢 这个时代呢 其实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个 非制造的时代 而是一个选择的时代 它有点像这个 实际上像一个超市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一样 就是我们制作好的 现成东西 由人们去选择 下面呢 我再想说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 更多的说一点呢 就是说书法和我们这个字体设计 和中国人性格之间的 这个 这个关系 我呢 实际上在 半年以前呢 就是在美国呢 就是 这个看了这个杨志颜先生 杨志颜先生就雅虎的创始人 他呢 后来把雅虎卖掉以后 他就做书法的收藏 我在他那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这个 赵孟虎的一个手卷 就是赵孟虎给他的老师写的一个 四个手卷之中的一卷 这是非常有价值 非常珍贵的书法的经典 我看那个以后呢 我觉得他非常有一种 很多的启发和想象 比如说这个 他让我想到就是说 这个如何产生中国 就是说汉民族的这个文化来源 包括我们的这种 因为他那个字啊 小凯写得非常的工整 非常的漂亮 他就是说这篇字呢 实际上他真的 特别的体现了中国人的 几乎是所有的性格 比如说我们的尊重 传统礼仪 任劳任怨 这个温州代纲 这个随机应变等等 今天的中国人呢 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 没有这个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 但是发展得如此之快 中国人的世界观 自由观 中国人的集体主义 爱面子 顾大局的这些这个 中国人对其他文化的消化的能力 以及中国人的拷贝观 就是说对复制的看法 这些特殊之处呢 可以说都与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字 和书写的方式是有关系的 汉字及书法 都是有关系的 而任何这个单一主义的 比如说西方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 自由经济等等呢 其实都被溶解在这个 特别的源自于汉字书写的文化范围之中 本质上呢 这些主义呢 只是对我们来说起到参照 和这个作为材料的这种作用 而绝不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下面我想再举一些例子呢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我们在这个写字 汉字学习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要这个 坐姿和这个正经微坐和这个平气和直笔和这个包括训练 和这个投悬梁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法 实际上他从孩子进入教育的时候呢 就给你培养了一种精神以及一种对文化的态度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 我父亲让我写字 写这个大字 每天写一片 我认为是让我把字写得更好看 但现在我明白了 实际上是我父亲让我按照中国的一种文化的方式来 让我发展 实际上这个所有的中国的孩子接受过教育的 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和其他文化非常不同的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必须要花几年的时间牢记几千个字 这个是其他的文化所没有 这个我们这种方式用了几千年 所以他一定是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方式的 比如说这个中国人对结构的理解 中国人对图的理解实际上非常特殊的 比如说这个汉字肩价结构的这样的一种 它里面那种哲学的关系 实际上培养了中国人对关系的认识 实际上我们这个字体设计呢 真正的非常核心的部分 其实在寻找一种关系 就在一个方寸之间找到笔和笔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中国人的书法呢 讲这个一笔升第二笔 第二笔升第三笔 就是说我们的第二笔呢 实际上是根据第一笔的位置和它的状态来决定的 这边比如说 我想再说这个训练上 包括咱们这种笔法的这样的一些讲究 比如说这个写点 它呢一定要讲究什么呢 这个古法里都讲的这个高峰坠石 就是说这点要想写的像 从山峰上扔起的一块石头一样 包括这个树要写的像立柱千金 包括这个横这个古法的训练 就讲的要写的像江绳勒马一样的 有力量 是吧 有这个力量 然后呢 这个运笔呢 都是这个御左先右和这个藏而不露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讲法 比如说这个撇和那 实际上中峰呢 这个撇呢要想写的像箭一样 这个那呢就像大刀一样 我们从这里面实际上看到了 中国的这个文化中的儒雅 里面所藏的棉中带钢的 这种带引号的这种暴力化的倾向 实际上中国人的性格的复杂性 是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的 包括中国文字的这种码字的方法 就是他的这种整齐感和他的这种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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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是其他文化中所没有的 在拼音文字中所不存在的 所以中国这种集体主义和中国人的这种 整个为了一个整个一个民族 所表现出来的一种 舍弃的一种个人 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庆的游行 包括我们的奥运会的组织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当我看到杨志远收藏赵梦虎的那个 这个小凯的这个收藏的时候 我真的让我想到了中国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民族的一种 一种集体性的一种 一种态度 另外这个包括这个中国人的阅读的方式 我觉得和西方的拼音文字是非常不同的 比如说在我们的 在今天的这个书写的方式中呢 年轻人由于微博和这个短信等等的 让我们的书写的方式和语言的风格呢 更多的趋于文言的方式 就是或者说符号性和这个icon 在我们的这种交流中的作用 使我们的这种书写呢 它和这个现代汉语的语法 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 但是这个东西呢 就回到了中国的汉字使用的 传统的一种核心的部分上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一句话中 或者特别是在古的细文和诗词中呢 一句话中呢 其实没有几个字是识字 其他字都是虚字 这个其他字都是像那个书法里的点摊一样的 或者说留白一样 都是渲染气氛的 你看那个经济中的这个叮叮光光叮叮光光实际 全是在这渲染气氛的 而真正说事情字呢 只有其中的几个字 这个 当然在阅读的时候 另外一点非常特殊之处呢 是和我们的字体设计非常有关系的 实际是说 在我们阅读的时候呢 在我们体会它的意和运之上呢 我们加上了形和象形 因为我们的文字的来源是这个象形文字 虽然我们的文字现在已经是成为了当代汉字 但是呢 它仍然遗留了象形文字的非常核心的部分 比如说日 月 云 山等等 比如说我们这个古写的韩字 这个韩字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图画 或者讲了一个故事 比如它上面这个宝盖 然后两边呢 这个是实际上最早是有草 有草这个 实际上是这个 画的两个这个草字 中间呢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象形文字的人字 然后底下那个两点实际上是这个 就是我这个名字的 冰字的那个 偏旁 这个两个体来像山 实际上它是讲这个冰的这个裂纹 这就是说呢 这个是 这个韩字呢 是一个人在一个屋子里头 用草包住自己 地上冷的全是接着冰 实际上它是一个故事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汉字的阅读中呢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 其他文字 我们所没有的信息 这个是和我们的字体设计 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认为呢 中国人对 刚才谈到 但是没有深化 我这里想稍微深化一下 就是说中国人对这个 可以说中国人对这个文化方式呢 都与这个文字的 象形的起源有极大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那个虽然汉字是已经演变成了 这个现代汉字 但是核心部分呢 它这种图像逻辑呢 它仍然存在 并与平日的阅读思维 这个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关系 并起着作用 比如说中国人建筑 家具设计 结构 为什么那么好看 或者简约 或者丰富 这都与我们沿袭汉字的结构 是有关系的 再说 就是说这个中国 比如说我总还举这个例子 中国人这个窗户的一个窗子的设计 和我们中国人这个对窗户的窗户 就是传统的这个窗户窗格的这种设计 它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 到底是有窗户影响了窗户这个字的形成 还是窗户这个字 后来又影响了窗户设计的人 对窗户的理解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另外呢 中国人对这个关系的运行法呢 其实是有自己非常刻出一套的 由于我们几千年和每一个受教育的人 都要经过长期的训练 我们每读一个字 我们每写一个字 实际上我们都完成了一个小的结构 因为那汉字有自己的这种肩价 这个笔顺的关系 这个写汉字呢 讲这个一笔生 生生生生第二笔 第二笔生第三笔 最后一笔最重要 实际上是找到全字的平衡的 这都是在我们每写一个字的时候随机的 但是现在呢 字体设计家呢 把这些美感和这种随机呢 给我们归到一个类之中 所以昨天这个邱振忠网上在吃饭的时候 其实谈到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带有学术性的一种一个问题 说到这个问题呢 我是想说这个 字和字之间的肩价结构 其实就是一种哲学 这种哲学呢 潜移默化 被使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比如说我的一位朋友 从西方来的一位朋友 他在中国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从不同方向来的两大群自行车 但是在这个 这个不同方向的自行车 在这个十字路口这个乱成一团之后呢 然后呢各走各的方向 这个东西呢 其实西方人很难搞懂 但是作为这个 其实中国人呢 其实他在我们这个 犹豫这个 对这个关系的这种特殊的理解上呢 我们有我们的特殊的方法 这个西方人所没有的 他实际上是 我们具有这种什么呢 具有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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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相安无事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能力 比如说这个最近看那本书呢 叫旋路中国 它是一个叫美 一个美国人叫河北这人写的 这个 他说呢 他说这个中国人呢 不太喜欢使用这个转向灯 相反的更喜欢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仰赖于这个汽车之间的身体语言 就是他说很有意思 就是汽车之间有身体语言 如果一辆汽车呢 这个靠 这个左边行驶呢 那么你可以推测 它一定是要相左 转弯 实际这种能力 来自于几千年的书法训练 两辆车 挤到一起的时候呢 谁先走 谁后走 实际上两人之间呢 非常默契地已经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呢 就像我们的笔画之间的安排一样的 这种默契 好 我今天的这个发言呢 就在这儿 也没有准备PPT 谢谢大家